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全球经济是否真的需要中国直言不讳 根据中村圣志在日经新闻上的分析 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最近的重要会议上 试图通过习近平倡导的中国 是现代化来应对经济困境 然而 李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讲话 却引起了经济专家的误解 认为中国经济状况比预期更糟 这是否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沟通上的困难 以及他们是否能够用全球都能理解的语言 来解释他们的经济政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源自Nike Asia 由资深编辑和作家中村圣志撰写 中村圣志曾在中国担任记者和分社社长七年之久 长期致力于中日新闻报道 2014年荣获Fungada国际记者奖 文章探讨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其全球影响 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重要会议之后 在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结束后 预计将发布一份公报 旨在解释中国共产党如何诊断及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经济动向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作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在会议开幕日发表了工作报告 指出了深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的方向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特别是房地产业危机和国内需求疲软导致的增长放缓 成为本次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 然而总理李强在六月底于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为安抚国际社会的担忧而发表的讲话 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李强在世界经济论坛第15届新领军者 年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详细解释 但他的措辞和所用比喻 在国际经济专家中引发了误解 尽管李强面对的是国际商业领袖 但他使用的语言和比喻却显得过于本土化 仅党内人士能理解 他将中国经济比作一个刚刚从严重疾病中恢复的病人 并引用了雇本培员这一中医术语 一直巩固基础和培养活力 然而国际议会者更多关注他提到的 不能使用强药 这使得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严重 且不会采取大规模的财政或货币刺激措施 这种误解源于习近平的偏好 习近平更倾向于中国传统医学和哲学理论 而李强作为习近平的亲密助手 了解并迎合了这一偏好 在其他场合 习近平也多次强调 雇本培员对高层党干部的重要性 强调这一术语 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中的应用 然而这种本土化的讲话 在国际舞台上并未得到积极回应 反而加深了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担忧 国际观察者认为 李强的讲话表明 中国不会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采取重大政策调整 这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习近平在会议开幕日 解释了中央委员会 关于现代化的决策草案 强调了中国是现代化的概念 这里融合了古代中国哲学和医学思想 同时他还提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些理念都源自传统中国思想 但对国际社会来说难以完全理解 假如中国经济形势比预期更为严峻 难免会认为这是自习近平上任以来 一系列政策错误的结果 尤其是严格且持续的清零政策 可能是其中之一 然而对于习近平来说 承认这些经济后果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会动摇他所建立的集中系统 因此党的高层必须保持绝对忠诚 来保护这一系统 如果三中全会 仅是重复习近平喜爱的口号和哲学 国际社会将更加担忧 中国经济的未来和其全球影响 习近平政府需要以全球异于理解的术语和数据 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状 及即将采取的政策措施 发布国际可比的经济数据 则显得尤为重要 以便全球经济体 能够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状况 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在术语和理念上 与国际社会脱节 那么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 所产生的认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可能会对全球经济的信心和预期 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 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 结束了未期四天的重要会议后 这次会议的公报 将成为中国如何应对 当前经济困境的重要指导文件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 占据重要位置 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由于持续的房地产市场危机 和疲弱的国内需求 中国经济增长已显著放缓 今年四月至六月的经济增长 相比上一季度有所减速 这使得提振经济的措施 成为本次会议的主要焦点 总理李强在六月底于 中国大连举行的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五届新领军者年会上 发表了讲话 意图安抚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然而李强的讲话 却在国际经济专家中引发了误解 他使用了一些中国传统医学的术语 如固本培元一指 巩固基础和培养活力 这些术语在国际观众中并不熟悉 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疑虑和误解 李强将中国经济比作一个病人 称这个病人正在从长期和严重的疾病中恢复 并表示此时不能使用强药 必须让病人慢慢恢复 这番话被国际社会解读 为中国经济存在严重问题 并认为中国政府不会采取 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或货币宽松政策 这些误解的根源在于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信息传递不畅 习近平主席偏爱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中国哲学 这些思想在国际社会中 难以被迅速理解和接受 李强在大连的讲话 虽然在国内被视为政治正确 但在国际舞台上却造成了负面影响 习近平政府应当考虑 使用全球通用的术语来解释中国的经济情况 并发布国际可比的统计数据 这样才能使国际社会准确衡量中国的经济状况 如果中国不能在术语和信息传递上 与其他国家保持同意水平 则将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误解和担忧 在此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介绍了中国现代化的决定草案 这一草案融合了古代中国哲学和中国医学思想 并倡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些理念在国内有其文化和政治背景 但在国际社会中很难得到充分理解 如果中国经济的衰退比预期更为严重 国际社会可能会认为这是习近平政府多年政策错误的结果 然而习近平政府不可能轻易承认这一点 因为这将威胁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集中系统 因此保持党内的绝对忠诚是习近平政府的一个重要策略 总结来说 全球经济的未来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 中国政府需要在国际舞台上使用通用的经济术语 来解释其政策和经济状况 这样才能减少误解 提高透明度 并更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沟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首先 我必须指出全球经济确实需要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市场和生产能力无可替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 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占了超过30%的比重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问题 全球经济都会感到震动 因此 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向对其他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全球经济需要中国 哈哈哈哈 这就像说全班同学都需要那个整天迟到 作业不交的小伙伴来保持平衡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显著放缓 2019年只达到6.1% 而2020年因为疫情更是跌到2.3% 这种低迷的表现 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还能有多大 你这比喻不错 但有一点误导 事实上 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至关重要 比如 苹果手机的组装就主要在中国完成 如果中国的经济崩溃 苹果的供应链会受到严重影响 这会导致全球消费者面临产品短缺和价格上涨 这不是我为言耸听 这是供应链的硬道理 哈 苹果手机 你知道现代消费者都喜欢换新手机 但他们可不会想要拖延工厂的生产进度 问题在于 中国经济的不透明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让很多企业都在考虑把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比如越南和马来西亚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苹果公司已经开始在越南生产AirPods 中国真的以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吗 他们应该清醒一下 好吧 就算苹果的生产线逐步移出中国 难道那些新兴市场能马上接过中国的技术和劳动力优势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依然是全球制造业的主要中心 2019年 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28.7% 而越南和马来西亚加起来不到5% 这个差距不是一两年能弥补的 哦 那你要不要跟我谈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问题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达到GDP的40%以上 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也让经济陷入困境 中国连自己的经济都搞不稳定 还想主导全球经济 这真是一厢情愿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